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小米,请问你什么马桶永远装不满 我想想看,嗯,不知道耶 答案是马桶 小米,我再问你,什么书在书店里绝对买不到 我想不出来耶 答案是遗书 还有,沐鱼掉到水里会变成什么 西鱼 不对,哪有那种鱼,是湿沐鱼 最后一题,请问偷什么东西不犯法 偷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偷笑,偷放屁 小朋友,你答对几题呢? 动动脑,精神会更好哦 各位,阿弥陀佛 人如果不杀生 爱护动物的生命 以及放生 就会得到长寿的果报 相反的 就会得到短命的果报 我们人为了赚钱或是贪口腹自欲 往往就会设下陷阱来捕捉他们 使他们善命 却不知道众生有多么的痛苦 我们应该要学习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我们要扩大心量 尊重爱护一切物名 在德心有一户下信人家 他的儿子很喜欢用弹弓来射杀鸟类 有一天 他见到乌梁有燕子在竹草 于是他就拿起弹弓 射食了一只熊燕子 另外一只母燕子看到就悲伤的哀叫 过了一回 这只悲伤的燕子就投河自尽了 人爱惜自己的身体 为何对动物的生命 却不生怜爱爱护的心呢 而是任意的残害他们 我们应该设身处地 将心比心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一只 坚守杰鸟的燕子 小宝快出来我们一起去旁边玩 你听到没有 你看是鸟窝耶 是啊 你知道这是什么小鸟啊 可能是麻雀 不是吧 不然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啊耶耶耶 成长 砰砰砰砰 小宝大侠来耶 喂 你们在干什么呢 你看 你家屋里上有鸟窝 你不知道吗 蛤 小鸟 不准不晓得 小鸟的叫声好好听喔 哼 超死了 嘿嘿嘿 不知道小鸟要吃什么东西耶 哇 兵妈妈回来了 小鸟窝 回来了 哇 哇 是麻雀 你看他们在喂食耶 好可爱喔 他们一天不知道吃平餐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一天吃三尺呢 笨 是燕子 每次吃要多多点输 誒 對了 玩打鳥遊戲 嘿嘿嘿 這也刺激啊 喂 我們來玩射擊遊戲 不好吧 什麼不好 那才好玩咧 就這麼決定了 不好啦 太殘忍了 不管啦 我就是要玩啦 不管啦 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吵啦 靠我的厲害 靠我的神劍 沒順風 笨 沒射中 哈哈 有夠美麗的啦 笨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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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我 看我的神蛋 蹦蹦蹦 你們沒有機會了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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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是我不小心的 有夠美麗的啦 笨 好了啦 我們不要再玩了啦 看我的厲害 這次你也逃不掉了 看我的厲害 這次你也逃不掉了 蛤 怎麼辦 我的孩子還不會飛 怎麼辦 希望別被打中了 天啊 哇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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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要啦 看我的神蛋 爆爆爆 抓走 啊 完了 沒中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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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哇 牛猫好厲害喔 哈哈哈哈 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哈哈哈哈 啊 糟了 牛媽媽 哈哈哈哈 你看 很厲害吧 我就說嘛 這次一定會中 小寶好準 好厲害喔 太傷了 沒有被我媽媽被死掉的啦 啊 又來一隻鳥 奇怪 怎麼了 都是你們啦 你看 看看 你人那麼哀傷 都是你們害的啦 啊 去進去 那是我的 啊 糟了 又飛回來了 他一定是要報仇的 蛤 怎麼辦 蛤 怎麼會這樣 蛤 怎麼會這樣 蛤 怎麼會這樣 太奇怪了吧 怎麼會這樣啊 蛤 怎麼會這樣啊 蛤 怎麼會這樣啊 蛤 怎麼會這樣啊 好可能喔 看吧 都是你們啦 小鳥沒有爸爸媽媽 變成孤兒了 以後 以後 小鳥要怎麼辦 我 我 我也不知道會變成這樣 我現在也很後悔啊 老寶 我以後 不要扔完這個打動物的遊戲好了 都不合復 教訓子女已經在幼時 先入為主舟身不移 長養慈心誤傷誤命 盡此一念可為人勝 小鳥 我有腦筋騎轉彎 換我 考考你 好啊,儘管烤 請問啊,狼來了,摘水果米 我知道是羊逃 為什麼 因為狼來了,羊要趕快逃 才不會被吃掉 那請問你哪個數字最難做 我也知道,一是最難做,二最勤勞 因為一不做,二不休 哇,小英,你真厲害 那三個人要分四個蘋果 怎麼分最公平 我想想看 不知道了吧,答案就是打成果汁 還有啊,阿拉丁啊,他有幾個哥哥 阿拉丁沒有哥哥吧 有啊,阿拉丁有三個哥哥啊 有阿拉甲,阿拉乙,跟阿拉比 小朋友,你有猜對嗎? 動動腦,反應會更好 在古印度波羅奈國,一個天剛破曉的早晨 早起的小鳥和松鼠們,穿梭嬉細細在樹林間覓食 突然間有一道光芒,跨過天際 射向綠野遠處的一個角落 天空閃爍變化出,紅彩的光芒照耀在森林的每一個地方 小鳥高興的紛紛飛舞,寬敞,卻躍不語 樹枝上的松鼠也停止嬉細 專注的凝視遠方,好像在等待著什麼 小鹿們,一刻刻停止吃草,抬頭仰望 露出仰慕的眼神,鹿群 紛紛向光源移動 在森林深處,出現了一位,因絲挺拔 前身閃耀著金黃色光芒 莊嚴的鹿王,眼神中散發著無限的慈悲 凝視大體萬物,就像母親一般關愛一切的生命 松鼠和小鳥們,都紛紛聚集到鹿王的身邊 靜靜的聽著慈悲的鹿王說法 在這河風徐徐,溫暖的早晨 空氣中到處充滿著祥和靜密的氣氛 突然間,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 小鳥們嚇得到處亂飛 前面有一隻鹿,快追 原來是國王帶著他的隨從們來到森林中打獵 聽到聲音的小鳥們都紛紛抬起頭來 鹿王也發現了人一樣 看到了,快追 別讓他們可以跑掉 有人來了 不大聲音的事 快逃 有人快逃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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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今天大有熟祸 大家一起把路扛回去 今晚有大餐可以享用了 妈妈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了 你死了我怎么办 妈妈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来解决 这时候忧心如焚的陆王所飞奔下山 陆王飞奔至王宫见国王 喂喂喂 你们看那只鹿 哇 好美喔 真的耶 他竟敢独自进城 真有勇气 他一定是传说中的陆王 不知道他为什么进城来 是啊 好奇怪 陆王来到皇宫内院求见国王 皇宫里怎么会有陆子的走劲呢 这只鹿长得好庄严 全身闪耀的金色光芒 好像是传说中的陆王 他跪在我前面 要做什么呢 国王陛下 在今日您来打猎以前 我们在那片森林里 世世代代一直都过着快乐平均的日子 我们是一群没有任何武器的弱势动物 请您可怜我们 不要再射杀我们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也不是那么好杀身 只是 只是 你们的肉实在是 我了解了 请大王慈悲 告诉我每天需要鹿的数量 我们愿意尽献以供大王享用 不要大量猎杀追捕 吃肉群每天生活在 惊慌的生死边缘中 死伤惨重 妻离止善 失去了这么多珍贵的生命令人心痛 好吧 我也不是那么残忍的国王 如果你们每天都能供应一只鹿 供御厨烹主 我发誓 不再猎杀你 好 我一定会信守承诺 每天送一只鹿到这里给国王 希望您也能遵守您的诺言 不要再去伤害其他的鹿了 为了尽量捡少我们的牺牲 所以不得已 我擅自做了这样的决定 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后代的生存 延续所作 从此 鹿群照顺序 每天派一只鹿前往皇宫送死 今天国王和大家有不劳 和大餐可以享用的 失亡是一件令人痛苦 而且恐怖的事情 但为了让我们的鹿群能延续生存下去 只好牺牲小王 成全大王 这也许也是我们的宿命吧 直到有一天 一只怀孕的母鹿 躺在林间 伤心的流着眼泪 我可怜的孩子啊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母鹿特地去请求鹿王 人死的代王 请求您让我慢个几天去送死 等我把小鹿生下来 再进城去 请同情我做母亲的心情 怜悯我的孩子 让她有机会活下去好吗 去吧 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 请不要担心 我会处理这件事情的 第二天 慈悲的鹿王 就代替母鹿 来到皇宫送死 咦 怎么是鹿王你呢 难道没有其他的鹿吗 不是的 事实上 今天是闻到一只怀孕的母鹿 他快要生了 他向我为他腹中的孩子苦苦哀求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就代替他来送死吗 啊 多么高尚的鹿啊 你真是一个慈悲的王者 能为自己的子民而神圣 而身为人类 却每天为了口腹之余 不顾你们动物的生理死力 杀害众多苦苦的生命 本王再次慎重的为我过去所作手 深深的向您致情 并且承诺 从今以后 不再杀害你们鹿群 是真的吗 国王陛下 嗯 您不要怀疑 而且本王还要颁布命令 从今以后 不准再猎杀你们鹿群 您真是个有智慧 又有慈悲心的国王 哈哈 您过奖了鹿王 您才是真正一个伟大又仁慈的王者 从此 国王断食一切肉类 并下令 如果有人伤害动物 将受国法严惩 我们国王 真是一位慈悲的国王啊 我们国王真慈悲啊 是啊 多么令您感动啊 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从此以后 人们又可以看到鹿群 悠哉的在草原上活动吃草 而且 国王还把鹿群居住的地方 命名为鹿野院 这就是鹿野院的由来 世上刀兵大姐 借有人心好杀所致 若人人借杀放生 则因慈悲爱无之心 刀兵解孕自能相灭无形 让众生回归自然大地 回归温暖自由的家园 也能享有天伦家庭之乐 主义的人在在归温暖自由的地方 你什么都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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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的故事 我任何人家庭 我任何人家庭 你什么都可以考虑 你什么都可以考虑 沙爾瓦爾哈 布里希塔格 拉布拉娜 拉布里希塔格 拉布拉娜 拉布拉娜